很多媽媽說自己帶娃娃會比較仔細就不會等雲狀病毒 或是認為說家裡的環境把它打掃乾淨也不會 其實這都是錯誤的 因為雲狀病毒幾乎是存在家裡的 比如說是門堡玩具或是麻糬上面都有 像是常接觸的地方都會有雲狀病毒 而且大人進出工作也會把這些雲狀病毒帶回家裡 還有一些媽媽認為雲狀病毒得到療癒傷不像血 其實有很多的娃娃 尤其越小的小孩子 他得到雲狀病毒也會造成潑水甚至抽筋的現象 另外雲狀病毒得到沒有一個特效藥可以治 小孩子很容易會潑水很容易就會生命的人血 這是一般父母對人臟病比較常有的醫師 傳染病包括輪狀病 這種傳染病最好的方法是預防接種 就是接種疫苗 輪狀病毒來說的話 你出生以後滿一個半月就可以開始 但是為了政策配合其他疫苗的關係 都是兩個月開始和其他疫苗一起接種 兩個月四個月 然後一定要在六個月之內要完成